弟兄姐妹早上蒙恩 我们活在肉身必定会有受伤的时候 这也包括身体、心灵、精神的伤害 我们受伤时往往难成为好见证 生病时我会变得不耐烦 被冤枉时我会自我防卫 觉得不被看重时我会变得苦毒 这些都会偷走我们的冠冕和喜乐 面对这个现实 我们不是要问该怎么样隐藏我们的受伤 因为受伤不是可耻的 我们要问的也不是要怎么样不受伤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就连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时 也在十字架上被打得遍体鳞山 我们要问的也不是要怎么样得医治 因为得医治了还是会受伤 而得医治后我们的生活就一定美满吗 所以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是 无论受伤与否该怎么样继续做该做的事呢 我们来读几段经文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到四十三节 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 你既是一样受刑的 还不怕神吗 我们是应该的 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 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就说 耶稣啊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 有他的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 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 莫达拉的玛利亚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 站在旁边 就对母亲说 母亲看 你的儿子 又对那门徒说 看 你的母亲 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让我们从这几段经文来思考几件事 第一 我们看见耶稣在承受极大的痛苦时 也不忘记要拯救灵魂 关心别人的需要 这是因为他很清楚来到地上要成就的事 而他忠心于他的使命 忠心的定义就是说 无论发生什么事 有没有人认同 或问题多难 也是照样去做 我们必须对我们自己的身份 角色和使命清楚 才能够忠心 除此以外 耶稣也看到人属灵的光景 比自己肉身的痛苦更严重 从他一出世 他的母亲就带着他躲避人的追杀 长大后的耶稣 也在家乡拿撒勒被轰出城 玛利亚一生是为耶稣做了许多牺牲的 而把他钉在十字架的人 尤其是祭司长和全工会 他们是如此的堕落 连神的儿子也认不出 还一直想杀他 耶稣看到他们是困苦流离的 因为他们离开了神 所以耶稣必定要走上十字架的路 那么我们怎么样也能像耶稣一样爱人的生命呢 我们可以记得我们神儿女的身份 也看到人的困苦流离 但是我们还是人 我们不是神 人受伤的时候总会关注自己 所以我们要从神那里得着能力 才能像他一样爱人的生命 在约翰福音里 耶稣的母亲与门徒都到了十字架旁边 他们去是因为他们爱耶稣 不是要从耶稣那里得到什么 因为那时候耶稣是被束缚的 是狼狈的 他们去很可能被其他人认出 所以他们是可能有危险 也可能被人嘲笑 耶稣在极痛苦的情况下 目光还是放在所爱的母亲和门徒 这是超人性的反应 有时候我们觉得神不愿意帮我们了 或不能帮我们了 只有我们到了他的十字架那里 才能看到他爱我们的目光 玛利亚和门徒虽然还不知道 耶稣要在十字架成就的救赎 但他们是先被他的爱的目光安慰了 他们在十字架旁边 也听到了神的话和指示 其实即使耶稣没说 耶稣的母亲和门徒也很可能会互相的照应 但是耶稣对他们的话会帮助他们确认彼此相爱的原则 我们常常也知道要该做什么 但很可能有一些顾虑 当神的话来的时候 我们更能确认心中的感动 而更有信心的行出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无论到怎么样的情况 都要去到十字架那里去 才能得着能力跟从神 最后我们要知道受伤是难免的 我们不要自怜也不要封闭自己 而是在当中靠近神荣耀神 其实我们的痛苦可以让人关怀我们 这就是我们见证着最好的时候了 我们受过伤 我们才可以体会别人的受伤 也叫他们靠近神 我们在世界受的伤 也可以叫我们测度耶稣在十字架上 千万倍的痛苦 叫我们更明白神常获高升 牺牲的爱